明姐剛看到中飛的衝突還在惡化 不過中國要求日本停止插手 不管是在南海或者是因台海 中國的威脅 我們觀察美國不管是海軍空軍 全力以集成中國海上艦隊為目標之外 近期美軍非常多的軍演 包含像陸戰隊跟連美國陸軍 也都在以中國船艦為假想敵 跟集成的目標 最近美軍 聯合日本舉行的勇敢之盾2024的這場軍演 那美軍特別是美國陸軍又秀了一手 這種遠距精準打擊 集成大型登陸艦 這樣的一個高科技戰力 那美國陸軍宣布說 他先前在6月16號 那其實分別 這一個跨域 這個距離非常的遠 從日本跟關島一直到帛琉 再驗證一項 跨這個多領域 那等於說遠距的 這一個徵收海上目標 然後在這個進行 那精準的這個海上打擊 這樣的一個演習 那這場演習非常的特殊 因為他這個整個範圍涵蓋非常廣 然後橫跨的第一島鏈到第二島鏈 那包含像譬如說他這一次 觸動第三領域 第三多領域特遣隊屬於陸軍的 他先從關島的這個安德森空軍基地 釋放一枚這個高空氣球 那以這個5萬尺的這樣的一個高度 那持續像這個等於說帛琉 其實距關島1300公里 那以這樣的高度 那到帛琉附近的空域 那對海上進行目標的獲得 包含像水面這些徵收 那主要是鎖定說先前他其實 這應該是從這個美國軍港拖出去 其實這大費周章 這麼遠的距離 那拖了一艘奧斯丁級的克里夫蘭號 1.7噸這樣的一個重型 等於大型的這一個兩棲船戶登陸艦 那先前我們談過說 這非常有可能就是在模擬打擊 共軍的071 那兩棲船戶登陸艦 那再從這個安德森空軍基地 又釋放了一架 這個叫做香草 其實名字非常可愛 因為這個香草無人機 那它是這個公司叫香草公司 所以它就叫香草無人機 那基本上過去美軍多次測試 它非常的厲害 它可以連續在空中八天不加油 那這一次飛了27個小時 同時到這一個帛琉附近的空域 那作為通信中繼之用 那主要是說 透過高空氣球上面的感測器 然後標定 這一個海上的這一個靶件之後 透過這香草無人機 再傳遞給那部署 在這個帛琉有一型非常特殊 等於是過去海馬斯M142多關火箭 那改裝的這一個無人載具 叫AML自主多領域發射車 這一型的發射車 其實我們看一下 過去這個海馬斯多關火箭 海馬斯基本上是一個發射的 一個系統跟載台 那這一型的車輛過去來講 前面有人駕駛 你看它這個地方 其實是沒有人駕駛 這是去駕駛艙 等於用遠端遙控的方式 它可以讓它這個規劃 它導航的路線 自主來這一個 前進到它的陣地 那這個遠端遙控當然跟在開遙控車一樣 這不是太難的事情 但是問題在於說 上面的這一個發射載台 要能夠順利標定目標 然後同時啟動發射 中間有個環節 飛彈就出不去 所以它去年 今年5月其實就已經在 亞利桑那州這張照片 它在做這一個測試 新型的AML AI自主的這個發射載台 那發射了6枚的 這樣的一個 新型的PRSM的這一個導彈 那它射程 基本上過去來講 可以到499公里 現在有反艦型 據說可能會跨越到1000公里之遠 那測試這一次 它是帶彈頭的訓練彈 連續打了6枚都沒有出問題 也都精準這個集中目標 那這一次把這樣的車 塞在C103栋運輸機裡面 直接飛到帛琉 然後在那裡部署 部署之後透過 我們剛剛講的高空氣球 結合無人機 然後把這一個 它要打擊的把艦的目標 直接這個訊息傳遞給這個 等於說它的指揮部 然後再透過這樣的一個無人載具發射車 直接發射 有帶彈頭的PRSM 連續打了兩枚 兩枚都100%命中 那所以這個動作 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美軍就是在測試 未來在太平洋戰場 這麼橫跨這麼大的海洋 跟空中領域 數千公里的距離 它可以從遠端直接 進行精準海上靶艦的這個打擊 這無非也是在這個跟 等於說中國展示說 美軍絕對有這樣的能力 能夠擊毀 這一些中國這個威脅 不管是在台海或南海 這些船艦的目標 那還有包含像 這次PRSM 基本上來講 這個等於說 它是精準打擊飛彈 本來過去它是 我們知道 這個海馬斯多萬火箭 那傳統來講 GMR-LS 它是這個射程帶著 七八十公里的火箭彈 在烏克蘭戰場上 看到美國援助給它 進一步後來提供給它 射程比較遠的 叫ATSMS 射程可以到三百公里 但是三百公里 基本上還是屬於 短程的戰術導彈 雖然可以做敵後 重生打擊 但是現在美國 當然進一步要開發 距離更遠的 因為過去受到INF 中程反導條約的限制 那美國的飛彈射程 不能超過四百九十九公里 那現在當然先前川普推出 所以我們看到 連提風中程飛彈系統 都已經出來了 現在美軍又多了 一把長箭 等於說未來PISM 它的射程如果可以 提升到一千公里 甚至可以帶這個 多摩的巡標器 可以打海上的移動 船艦目標的情況之下 它等於有至少兩種以上的 中程飛彈 可以來對付中國 船艦的這些威脅 當然特阻力也相對來講 更為提升 那除了這一個 海上的打擊 有的火力之外 另外水下 在這一個 等於太平洋地區作戰 但水下的這一個戰力 特別是潛艦的戰力 當然也非常的重要 那前一陣子其實已經曝光的 有一型這個DAPA 美國這個高等研究所跟諾格 合作打造了一型叫Meta Ray 鬼浮轟 這一型大型的 無人水下載具 這個UV 那最近被發現說 在加州海軍基地曝光 那一張空拍照 直接俯瞰拍下去 看起來它的外觀 跟這個一架太空飛船 甚至是第六代的逆中戰機 非常像 但是居然就是停靠在港口 浮在水面上 那這一型的這個鬼浮轟 其實它在今年的大概三四月 已經完成水下初步的測試 包含其實它基本上來講 專業益展13.7 那這蠻大的 算不小的大型的水下的這個載具 不過基本上來講 它是屬於模組的話 它可以拆緊 也就是說它可以透過 不管陸上或海上運輸 那投放到這個固定的海域 那直接可以透過 它上面其實是設有這一個 多面的控制 也是螺旋槳推進 所以某個程度 它還是需要電力 但它的優點是 它利用這一個水中 可以上浮跟下潛這一個浮力 那可以進行滑翔的過程中充電 那等於說可以進一步 包含未來如果它籌載能力 比較強的情況之下 不只是說現在可以初步帶感測器 來對水下增淺反潛 未來甚至可以布雷跟掃雷 那甚至如果把它大型化 都不排除可以直接攜帶魚雷 那它優點是無人跟自主化 那只要譬如說固定 它可以錨定或潛伏在 某個這一個航道 那包含像這個中國船艦 可能通過的這些固定 可能攻台 它假想的這些航道 基本上在這一個 等於說它的一個 制海時間非常長 又經驗能力非常強的情況之下 可以對這一個中國船艦 進行水下的這個突襲 所以這個動作 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美國權力 當然都是以這一個 集成中國潛艦 中國的這個船艦為目標 那當然你來我往 美國為什麼會有如此 這個針對性的大動作 當然不是挑釁 因為先前我們已經看到 中國老早就在新疆的這個靶場 其實設置了非常多的這個標靶 包含像先前曝光的 連這個最新的福特級 這樣電池彈射的航母 1比1的比例的標靶都有 那另外更不要講博客級 那連日本的這一個 等於說預警機 也都有類似的模型 最近衛造又發現 有一座這個儀式 應該就是這個沖繩基地 美軍的這個空軍基地 那上面部署了 可能應該有到30架左右的 F-22跟F-35戰機的這個模型 更重要的是說 這個部分看到有部分模型 已經毀損 那所以這個外媒也認為說 這可能就是包含像解放軍空軍 利用這樣的一個實際的目標 來進行炸射也好 甚至不排除過去 他用導彈或行為飛彈 對這一個美軍的機場進行打擊 所以看到這個地方 可以老早就發現 中國不只是對台 有這個併吞的企圖 也有全面跟美軍開戰 像相關的一個 可能作戰計畫跟想像 所以美軍近期不斷的測試 實際用這個模型 實際的把船來進行 所謂的海上的這個精準打擊 其實我們觀察 在反制上面其實也是剛好而已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